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中考新规 节目就上海教委发布了一个有关中考的文件 其中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是引发关注 所以从2022年开始 上海重点高中的大部分招生名额要分配到各个区域 其中20%是直接分配到校 就是分到各个初中去 过去只有上了顶级初中 才有机会考这个重点高中 可现在哪怕你读的不是什么牛校 菜校也有机会进入到重点高中 比如上海最好的高中之一 上海中学它超过四成的考生 都能上这个复旦较大 按照新规定 上海中学它会拿出一大半的名额呢 给它分配出去 这新规的影响 首先就是给学区房降温 记者调查就发现 去年上海实行公民同招之后 这学区房成为升学的唯一渠道 从去年十月开始 这学区房啊不断地涨价 到现在呢都涨了将近50%了 眼下受新政的影响 学区房这个买家呀 变得开始观望了 有学者调研就发现 不少学生 家长 对于怎么分配名额 那就特别地关心 用综合素质来评分 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 这么一个客观标准 你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呢 所以啊 要让改革方案落地 还必须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平 合理透明 另外 普通初中他会不会冲着名额分配 又搞一个精英班呢 其实啊 中考分配名额的做法 已经在不少地方推行了 比如 山西静中啊 早就实现了重点高中的招生指标 百分百分配到各个学校区 当然了 相比于其他的地方 北京 上海 他教育资源特别集中 改革难度呢 当然也就更大 你像北京 重点高中 拿出50%的招生名额 进行分配 要我说呀 中考新规 目的 不是为了给学区房降温 而是呢 要努力实现教育公平 好 接下来是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三星堆修复师不止修复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有一个特殊的参与者 他是一位文物修复师 文物修复师 他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文物的 挖掘提取呢 就像这标题说的 他这个工作呀 其实远不止修复 我们来看这个照片哈 这个呢 是三星堆开出的最牛盲盒 就是金面具 刚出土的时候 它就是一块 皱皱巴巴的金箔啊 可文物修复师呢 他了解古代的金属打质工艺 通过观察不同部位的厚啊薄啊 就能初步判断 他这个原型 让文物呢 能够完整的 安全的提取出来 再呢 把它修复 文物修复师 这个郭汉中啊 他就说 成熟的修复师 要了解很多和这个文物啊 这个保护相关的原理 其中呢 就包括怎么提取文物 在参与提取的过程中 也能更好的了解 文物出土时的原貌 更准确的 来把握这文物的 细形规格 之后 再来开展修复 那就心中有数了 文物修复啊 要做到最小干预 最大保护 还原本质 同时呢 还需要具有可逆性 采取可逆的方法 可逆的材料 尽量把这文物呢 完整的留给后人 文物修复是一个综合性 很强的专业啊 对学科背景啊 研究能力啊 这个要求呢 那是越来越高 但眼下 这个文物修复人才啊 齐学 只有北京大学 西北大学 等少数级所高校 在本科呢 开了这个文物保护的专业 那另外呢 修复工作 它很难凭支撑 人们也更愿意啊 做研究 对此呢 郭汉中就感慨啊 很多精美的文物 咱公众啊 根本就不知道 看不到 而这些文物呢 现在的修复人才 那几辈子啊 它都修不完了 要我说呀 文物修复师 行业的人才缺口 也需要尽快修复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石家庄 一个地铁站 人气啊 特别旺 每天有不少的人 风悠而来 但他们不是来坐地铁 而是来打卡拍照的 这地铁站的站名 就比较独特 叫北宋 因为颇具古风的朝代名字 兴了不少的网红博主 就玩起了地铁变装秀 那就是穿这个 平时的衣服啊 先进到车厢 一个转场之后呢 又穿着美丽的古装 画着精美的装农 一走出来 配文约啊 穿越千年 只为与你相遇 你看看 在很多平台上啊 这一类的视频 它都刷了屏了 一秒穿越到北宋 真的一股网红蜂潮 不过 网红聚集 它也带来了一些 安全的隐患 有的人是全程拍摄 它不戴口罩 还有的呢 穿古装 脱着长长的裙摆 那地铁车门呢 开关的时候啊 很容易夹住 另外 这个地铁站内啊 人来人往 这些拍视频的人呢 依靠屏蔽门 做各种姿势 甚至呢 巴指着车门的位置啊 来进行拍摄 那乘客上不去 都下不来 地铁站就不得不提醒啊 这个说这个站内客流 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拍视频 不要影响到 其他乘客上下车 最近这些年呢 随着短视频的火热 一些什么地铁站啊 火车站啊 那都成了网红打卡地 那之前 深圳有一个地铁站 因为名字叫翻身 也走红了 不少人就搬着这个 协议于翻身的这个心愿啊 专程来这个站 对站牌祭拜 就导致呢 这站内出现了人流拥堵 还有的网红 为了吸粉 在地铁上跳舞啊 突然来一个一次马 导致啊 这站内乘客呢 流动受阻 要我说 不论是玩耿 还是展示才艺 咱那个前提啊 都得要遵纪守法 不要老乱公共秩序 公共场所 不能成为个人的秀场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星周刊 文章标题 高校特产哪家墙 这说到高校啊 不少人想到的 学习啊 论文啊 做实验啊 可最近 高校作为隐藏的美食宝库 也成功出圈了 因为这些学校啊 它这个特产呢 实在是太好吃了 你看 东北农业大学 他就杀出了一条红肠路啊 不但本校师生 实现了红肠的自由 还越做越大 在校外呢 开启了专卖店 这红肠有了 这个酸菜 那也不能落下 黑龙江大学的酸菜 人家用的呢 是高科技啊 用菌群效应 生产这个黑大酸菜 它会代谢产生 天然的防腐剂 亚硝酸盐含量极少 健康又美味 另外南京农业大学 人家凭借黄教授烧鸡 是神明远博呀 据说这个烧鸡呀 背后有二十多位 硕博研发团队 卤味技术里呢 人家有二十多项专利 这个横菜 硬菜 说完了 咱们来说一说甜点 有人说呀 华南农业大学 那个学生从尽校到毕业 都尽在华农酸奶的味道里 毕竟人家有自己的 这个奶牛厂啊 这个酸奶呀 甚至都成了整个广州市民的 心头号 我们再来说扬州大学 扬州大学的酸奶 甚至都成了他招生的一大助力 学校宣传语啊 这么说的啊 风里 雨里 扬州大学酸奶 在等你 另外 云南农业大学的这个鲜花果冻 还有湖南农业大学的辣条 以及西南大学的魔芋等等 都是因为物美价廉 是成功的走红了 当985211院校的学霸 搞起了副业 那都是状元级别的 舌尖上的科研 是越搞越大 有人就调侃啊 高校美食 它散发出来的 是知识的味道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海棠春花文化记 拉开帷幕 三千多株 不同品种的海棠是惊艳亮相 海棠 它通常在清明前后来开放 为了让大伙提前欣赏到公园 通过醋培等技术手段 让海棠提前亮相 还开放了夜游模式 让民众能感受夜幕下的春意 正印了那首诗 《止孔夜生花碎去》 顾哨高竹赵红装 2021世界数字产业博览会 高科技产品云集 AI养殖 智慧精准教学 5G智能远程驾驶等等 让参观者大开眼界 这是科技照镜现实 好 接下来是党史天天读 1919年 五四运动震害了江西南昌 激荡起南昌学生的爱国反帝之心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江西青年 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思想传播和交流平台 1920年7月 江西南昌八位进步同学 袁玉冰 黄道 黄家黄等 组建鄱阳湖社 后又更名为改造社 我们来看照片 这个呢 就是改造社的旧旨 这是一个有宗旨 有目标 有政治主张的进步社团 明确规定 以改造社会为宗旨 最终目的是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 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在促进今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 改造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吸纳了很多进步人士 方志明就是经袁玉冰黄道介绍 加入改造社的 改造社成立之后 立即着手筹办新江西纪刊 1921年五一正式出版 他指出了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颗明星 畅销全江西 发行全中国 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新江西指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 走上革命道路 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 在江西建立地方组织 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新江西就像袁玉冰 在其中一篇文章当中写的 尽力去寻找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 一步步的向前进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电子失恋 这指的是那些刚追完了一部剧的剧迷 追剧的时候天天抱着手机等待更新 不管主角配角的感情线 他们都要细细地来品味 跟着剧中人物一块品尝的喜怒哀乐 整个追剧的过程仿佛就谈了一场恋爱 等剧呢结束之后又仿佛分手了 心里啊空落落的 电子失恋 这个想要迅速走出来最便捷的一个办法 就是找到下一个目标 又追下一部更精彩的好剧 他有那歌词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好 欢迎回来 前面就深圳市复联公安局等九部门 联合印发了一份文件 叫防治性骚扰行为指南 这也是我们国家首个指导建立 防治性骚扰工作机制的一个文件 说到这个性骚扰啊 咱大多数人的理解呢 比较笼统啊 这个指南就对这个行为做出了准确的定义 并且从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等几大方面 明确了十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之前广州曾经进行了一个调查 结果显示 十六岁到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段 每十个年轻的女性就有一个曾遭受性骚扰 可以说呀 这已经成为困扰女性的一个现实问题 但一直以来大家对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啊 模糊不清 有的时候和领导开会和同事聊天 甚至出门坐个地铁都可能遭遇到一些师范行为 但由于无法认定 再加上碍于这个同事啊领导的情面就不敢说 如此一再的隐忍 就让对方更肆无忌惮了 这个指南呢 他就明确了 品评他人的身体敏感部位 讲一些不合适的笑话 还有发送暗示性的短信图片 他都属于性骚扰 这就明确了是非标准 更有利于依法来维权 指南还要求各单位 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要定期开展宣传培训 让公众啊 来充分了解相关的知识 更好的保护自己 并且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向谁来投诉 如何投诉 为了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 还特别提到 约见投诉人要采取保密方式 双方当事人为上下级的 或者师生等从属关系的 不适用调节 全国第一个防治性骚扰指南的出台 要我说 这是为受害者撑腰 让他们敢于打破沉默 勇敢地说不 来共同撑起反骚扰的保护伞 好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西安某公司高管 用烟头烫伤下属引发关注 据了解 这名员工啊 因为这个业绩啊 畅在年会的时候呢 被公司高管用烟头烫脸两次 这高管呢还挑戏说 疼就对了 这样你才能长记性 这么一件事呢 就再次引发人们对职场暴力的关注 近年来 公司惩罚员工的新闻是成竹不朽 只要员工业绩不佳 他们就下狠手 惩罚手段是一个比一个过分 什么跪地爬行啊 护杀耳光啊 生殖蚯蚓喝马桶水 现在呢 又来了一个烟头烫脸 这种种行为 不仅是对员工人格尊严的侮辱 已经涉嫌违法了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侮辱劳动者的 可处15日以下拘留 罚款或警告 构成犯罪的 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 新华社就评论 职务由高低之别 人格无贵贱之分 劳动者的尊严不容践踏 对任何形式的职场暴力 咱都必须 依法依规 严肃成处 要我说 用烟头烫 员工的脸 咱就应该 用法律 打某些人的脸 好 继续来说一说 农村环保 前面就有记者走访 就发现 一些农村地区的 垃圾处理设施呢 那就是成了一个摆设 说某县 乡村政兴发展中心主任 他就说了 几年前 他们县呢 投了四千多万 建了二十多个 垃圾处理中心 但只有十一座 在正常的运行 其他大部分呢 都闲置 讽刺的是啊 不远处的村道旁 简易垃圾池里 是浓烟滚滚 村民呢 把这个垃圾啊 就是一烧了之 另外呢 为了加强农村环保 不少地方 还给村民 配备了垃圾箱 垃圾桶 这些个设备 但由于农村垃圾 它成分复杂 量多分散 收运困难 很多地方 这个垃圾啊 都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有的村干部呢 它甚至 自己就充当了 保洁员的角色 周末的时候 骑着三轮 到处啊 收垃圾 对此 新华社就评论说呀 农村环保设备 大量闲置 显然是对资源的浪费 而背后原因呢 主要是缺乏有效的 管理机制和运营 维护资金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 就应该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 来强化督导检查 另外 设施运营 保洁费用 都需要增金白银的投入 除了要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 还应该积极地来探索 多元投入机制 政府引导啊 市场运作呀 社会参与啊 来破解这个资金需求 和投入不足的矛盾 要我说 解决农村生活垃圾的问题 咱等不得慢不得 处理农村垃圾 可不能 眼不见为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作词与掌米吙蓝 作词与掌与掌 掌音量 产生 说 对 莫 多少 就 拿